第八十六集 主机器的人服用了一滴摩丹穴 结单就已经算是跨进了一只脚 这么厉害 那大家的修炼不是轻松极了 金飞瑶砸了嘴 早知道这么好 当初就死屁赖脸的多讨一滴了 使者听了金飞瑶的话 很无奈的道 哎 前辈啊 这摩丹穴 是从摩丹中得到的 得要原因以上的魔族 才能修炼出魔丹来 而且他们在死前喜欢自爆魔丹 很少有机会弄到魔丹血的 一粒魔丹 最多有几百滴魔丹血 只要一出来 早就被高阶修士们给抢光了 哪还轮得到我们这种小人物 高阶的修士抢进了干嘛 不是只能结单 弄去又没用 金飞瑶不解的问道 使者这时压低声音说道 他们弄去炼丹 听说有种什么能冲破瓶颈的弹药 如果加了这个魔丹穴 就可以提高药效 所以自然就没有我们的份 我要是弄到这种魔丹穴 肯定马上就吃掉 这时正好有一群修士涌了进来 使者赶快结束说话 去接待那些修士了 而金飞瑶则乐得喜出望外 又加了几个菜 从门外进来是一群穿着统一的修士 他们并不用餐 而是直奔障抬而去 喂 你们这条船上 有没有见过一名修为极高 长得很出挑 性格冷淡的难修士啊 领头的是一名铸鸡修士 凶巴巴的 对着本来是在打算盘的掌柜说道 这掌柜也是一名铸鸡修士 是上仙楼派来的 看对方这么凶 有些不悦的说道 这位道友 你说话客气些 为什么为 客气 真是笑话 也不看看我们是谁 用得着对你们客气吗 这名修士 扯扯身上的衣服 不屑的说道 掌柜的往他身上的衣服 瞅了瞅 淡淡的说道 原来是齐天鹅的人 怪不得如此霸道 你说的人我没见过 赶紧走吧 不要影响我做生意 现在店中 其实没有几个人 算上金飞瑶 也就只有三人 听到这些人在寻人 他觉得 不关自己的事 就坐在一旁看热闹 而其他的两人 也都没有动 依旧坐在原地 悄悄地等着看热闹 没见过 这片海域 就只有你们一艘船 你怕是故意不想说吧 也不知是不是 两人天生不对眼 齐天鹅的修士 语气轻蔑 不肯百修了 承安 不得无礼 就在这时 门口传来了责骂声 震船修士 陪同一名三十来岁的 结丹修士 走了出来 开口责骂的声音 正是这名杰丹修士 发出来的 师父 这名叫 承安的修士被骂后 扁扁嘴 不满地退到了一旁 我平日不就早就说过 出门在外 对人一定要客气 不能站着 自己是齐天阁的人 就在外面对人无礼 齐天阁的杰丹修士 又狠狠地骂了他几句 然后才向 震船修士抱怨地说 林语兄啊 真是对不住 让你看笑话了 天公真人太客气了 我们上线楼的人 有不对之处 林语嘴角微翘 带着标准的客套笑容 景辉 天公真人 要查一人的下落 你们平日和修士接触得多 可有见过 他们要找的人 然后林语 向这名叫景辉的掌柜问道 前辈 这里只有筑机器的修士来过 要找修为极高的人 这到底是多高 如果是结单以上的 那就没见过了 景辉不假思索地说道 林语听了之后 看天公真人 天公真人啊 你们要找的人的隐匿行踪 都来不及 怎么可能会跑到我们上仙楼的船上来 恐怕早就回魔祖界了 要不就是还在赶路 他留在这里 可没有什么用处啊 天公真人 沉思了片刻 然后向景辉问道 那你们可有见过什么修士 会使用颜色怪异的火焰 比如蓝色或是黑色 只要不是普通的红黄色 都可以 这个 景辉想了想 他整日就是在这里算账 哪有空出去 修士们进来吃饭喝酒 也不会把自个儿的法术 顶在头上 有 船上有这样的修士 刚才和金飞瑶聊天的侍者 一直站在旁边 听到他们要找会有奇异火焰的修士后 立马开口应道 你见过 天公真人有些惊喜 连忙问道 见过 再来这里时 一路上都见他用这样的蓝色火焰杀妖兽 刚才还向我打听摩丹穴 这会儿正坐在那桌呢 人怎么不见了 你们进来时他还在的 试者一指金飞瑶坐的地方 突然发现金飞瑶不见了 刚才有一名女修士走过来 还让我让一让 要接过 我就让她出去了 站在后面的一名修士 突然大叫起来 傻蛋 快追出去 别让她跑了 天公真人大喊一声 突然又反应过来 急忙叫住 跑出去的弟子 他急冲冲的 对这名小侍者说道 他叫什么 长什么样 穿什么衣服 有何特征 他 他二十来岁 穿着一身蓝色的衣服 头上有两条小白花 名字不知道 平日也没见和什么人接触 特征 他平时身上总带着一只 很大的白色青蛙 还就是饭量特别大 试者被他吓了一条 有些结巴地说道 你们立即追出去 看有何人是刚刚从船上离开的 不管是男是女 全部挡下带回来 天公真人一声令下 十几名弟子就跑了出去 遇上法宝 放开神识 就从船上 冲出去 随后 他又向林语说道 林道友 这件事情 事关重大 希望你能帮助 捉拿此人 我知道 天公真人请放心 我马上派人 全船搜查 林语点头应下 而天公真人 也立马带人追了出去 以他们的猜测 发现有人在 查找自己 金飞瑶肯定会马上离船 在茫茫大海上的逃生机会 要更大些 不过 他也留下五名弟子 和上心楼的人一起在船上查找此人 你说 他向你打听摩丹穴的情况 林语并没有急着出去 而是叫过那名侍者 仔细盘问道 侍者不敢隐瞒 一五一时地交代了所有事情 还把金飞瑶给他的零食也拿了出来 虽然肉痛 但现在也不是能藏私的时候 还算好 林语并没有收走他的零食 就是拿起来看了看 没有发现什么异样 就重新还给了他 摩丹穴 看来就是他放走了龙魔头 而且还得到了摩丹穴 只是不知道得到了多少滴 想必也不会太多 不过 我只需要一滴就够了 林语摸着下巴想了想 那天公正人也听到了摩丹穴的事 想必他也不会放弃这件好东西 看来现在谁先找到此人 谁就能拿到摩丹穴了 这里不用找看了 你们马上出去寻找这名女子 你见过她的面 你出去 一定要把她找回来 船上没有 就去外海找 她应该还逃不远 林语匆匆忙忙地扔下话 就走出去 准备把船上上线楼的所有人聚集起来 寻找金飞瑶 而金飞瑶正站在自己的房间内 透过琉璃窗往外看 只见不少修士破空而去 包括那个结单期的天公真人 还有就是上线楼的人 都扔掉了各自的事 全在船上跑来跑去的 遇到女修士就仔细地盘查 就连男的也没有放过 尤其是那种长得面红齿白的 只差剥衣服 看是不是女扮男装的 现在要怎么办 这些人找我干什么 我又不是魔族 难道是为了救走那魔头的事 可当时又没人看到 那四个人早已经死了 到底是怎么知道是我干的 金飞瑶不知道困魔精石的事 自然是万分想不明白 但现在不是他想这种事的时候了 外面修士严防死守 船舱之中已经可以听到 上线楼的人在一间间的查房 不时还能听到不满的修士 和上线楼的人争吵的声音 开门不开 就要砸门了 上线楼从来只记名字 不记长相 而且外出回来都懒得管 只知道这些房间内的人叫什么名字 并不知道长相和是否外出 所以他们每间房子都使劲地敲 如果没人开 他们就强行破开禁止 砸门而入 就算他们运气好 这种破房间都没修士肯下好的禁止 再加上不少修士在外面没回来 有些连禁止也懒得弄 所以一间间的房间都被他们顺利地砸开了 不过其中也会打扰到住在里面的修士 慢慢争吵也是不断 把上线楼的人弄得是满头大汗 一方面要踢门 一方面还要安抚被惊扰到的修士 片刻之中 他们来到了金飞瑶的房间前 拿着名单的修士一看 住在这间的修士名字 很像女人 就多叫了几个人来 开门 上线楼查房 听到没有 我开就砸门了 他张口胡乱地喊了两声 然后退了一步 让其他人砸门 其他人刚拿出武器准备砸门 门啪的一下就打开了 然后就见一女子 冲他们恶狠狠地说道 你们干什么 趁老娘洗澡的时候 咱们偷看 还没等上线楼这几名 修士有所反应 这女人飞快地抬手 啪啪就一人给了一耳光 然后指着拿名单的那名 修士的鼻子就骂道 这要是你带的头 对不对 敢偷看老娘 长死啊 你敢打人 上线楼的修士 砸了这么多门 也就遇到吵闹的修士 还是第一回被人抽了耳光 他们拿着各种法器法宝 定睛一看 门口站的这名女子 身上裹着一条半湿的白棉布 光着脚踩在了地板上 头发湿路 散披在身后 一看就是正在洗澡 怪不得人家要生这么大的气啊 别人再洗澡 你要咱们进去 不是讨打吗 看什么看 小心老娘 挖出你们的眼中 此女性目一瞪 一双透明长剑出现在身前 飞在空中嗡嗡作响 这位道友你误会了 我们只是苏差一名魔祖 不小心惊扰了你 我们也是为了大家的安全着想 你不要动怒啊 大家相互对视了几眼 不知道要怎么办 这场面好像自己这边有些理亏啊 魔祖 这女子微微一皱眉 身前的长剑退了回去 交叉背在了身后 使命剑修 现在习惯性的背剑的动作 这些修士都认了出来 他正是剑修喜欢的动作 别人都是把本命法宝 放在神石中瘟养 只有剑修这些人才会爱把剑背在身后 有些摆剑阵的身后像刺猬一样 背了十几把剑 就和标记一样的 好似怕别人不知道他是剑修 我没见过什么魔祖之人 你们没事 可以走了 此女抬起了下巴 态度不善地下了逐客令 这位道友请等等啊 我们还得到屋中查看一番才行啊 见他是明剑修 这些修士的态度都好了些 此明剑修身上包裹着棉布 怒气冲冲的怒道 有什么好盘查的 这房间小成这样 站在门口就可以看得一清二楚了 还用得着进去 道友不要见怪 马上就好 马上就好 上线楼的修士不停地陪笑着 这时那名小侍者急步跑过来 盯着此名女子的脸看了看 就像手拿名单的修士摇了摇头 而搜查房间的修士也走了出来说道 没有任何发现 既然没找到人 那就只能说好话了 几人搭着笑 对女子说道 多谢道友配合我们 现在可以请道友回屋了 多谢多谢 女剑修怒目瞪着瞪他们 然后冷哼一声 动中地把门给摔上了 走 还有下一间没搜查 动作快点 上线楼的修士已经习惯了这种冷脸 吆喝着就往下一间冲 随后就又传来 再不开门就砸门地叫喊声 真是吓死我了 还好没有结单修士来带队 不然幻容术可能就瞒不过他们的眼睛 金飞瑶心有余悸地靠在了窗边 往窗外看去 如果现在离开海石船 可能更加的危险 金飞瑶靠幻容术冒险变换了脸 又把通天如意变成了两把长剑背在了后面 加上气势凌人的态度 总算是骗过了上线楼的人 现在急着离开海石船 有可能会穿帮 还是再过几日算了 只要不近距离遇到结单修士 换容术就没什么问题了 金飞瑶换上了一套没穿过的备用衣服 决定先在海石船上等一等 林宇在船上没有找到金飞瑶 可也不能就这样一直查下去 就找了一名绘画水平高的修士来 让逝者考树 画出了金飞瑶的画像 这画像有八分像 然后就让上线楼的修士各带着一份 在周围海域和船上严查了好几日 连个影子也没见 就这样闹腾了几天 船上的修士待不住了 这一天要突击查几次房间 还让不让人过呢 大家纷纷准备出海捕猎 不在船上受气 却被挡了下来 不准他们离开 而这时也有不少出海的修士回来 纷纷不平地骂着 原来齐天阁的人 在海域中四处游走 遇到修士就做一番盘查 遇到闲人还好 遇到正在捕杀妖兽的修士 总是还没开口 那些修士就如虎口夺食一般 凶狠地驱赶齐天阁的修士 这自然就免不了一番厮杀 弄得海上乌烟瘴气 天公真人 只得到处为门中弟子解围 劳苦奔波了几日 他突然觉得 自己接的这趟活 真是出力不讨好 摩丹穴虽然重要 可也不是缺了这位材料就不行 想了想 他打起了上线楼的主意 就用实力压人把海上的修士全驱赶回海石船上 面对杰丹修士的亲自押送 这些修士满腹怨气地回到了海石船 船上一下就又热闹了起来 不能出海 这些人都白来了 就全聚集在甲板或者是酒店之中 吃酒聊天 不断地谩骂某些人 以全压人 船上的小摊处也是人来人往 不能总呆在船里面发呆啊 总要找点事打分一下时间 天公真人的用意有二 一是为了让海上的修士变少 这样可以给自己的人省些麻烦 也方便查找 二是想要那名会明火的女子 会不会混在了修士之中 依旧在海石船上 如果修士都住满房间 那不就代表所有人都在船上 只要一个个逮出来 亲自查一遍就知道了 这种让所有修士全部排成队 一个个从前面走过检查的法子 他和林宇都不愿意用 修士有自己的骄傲 这样做就是羞辱了他们 虽然能以实力压人 但这些修士之中 不乏各门各派的人 事情闹大了 肯定会引起门派的争分 谁知道其中会不会夹杂的什么 名门大派的少爷小姐的 户短可是各家都最喜欢干的事 可这船上总是住不满 也不知道是死了多少修士 总有十来个房间没有人住 所以这事一直拖了好几天 他们不想得罪人 由郁郁的办事 给金飞瑶提供了逃脱的机会 船上查的盐 那就藏船下 趁着一天有消息传来 在海上发现了一名 有些相似的女修士 但是因为对方人多 所以林雨和天公正人 一起过去帮手 也不知道是哪位可怜的人 背了这样的黑锅 知道还有一名 正船的修士从不管事 趁着这两人不在 金飞瑶给自己贴了张隐身符 顺着船身就滑到了海中 他弄了个明光炮 贴在船底的隐匿位置 还弄了不少水草之类的 糊在了明光炮上 然后就一直贴着隐身符 藏在了明光炮中 这几天 金飞瑶一直没闲着 拼命地给自己炼制隐身符 加上之前炼制的 已经有上百张了 他采购了所有需要的东西 打算就这样待在船底 说好的半年捕猎时间 其实才过了两个多月 但是金飞瑶猜测 上线楼有可能会提前回去 就算是不回去 金飞瑶也不怕 如果隐身符全部用光 他还可以每日抽出半个时辰 去景天换盆中 补练隐身符的 只要来去迅速 危险度也可以降低不少 就在金飞瑶藏好 没两天时 林玉和天公真人 一脸怒气地回来了 身后的弟子中 还绑着五六个人 其中就有一名狼狈 不堪的女修士 一路上还哭哭啼啼的 被绑住的人中 还有人用嘶哑的声音叫骂着 一听就知道 这一路上骂了很久 连嗓子都哑了 放开我 你们这群混蛋 齐天阁 你们太目睹目人了 我们凤朝宫 一定会来讨回公道的 竟然敢打伤我们的小公主 还敢对我们捆绑 你们这群混蛋 林玉和天公真人 此时也是烦得要死 他们赶去的时候 就见自己的弟子 被这五六人砍伤 其中那名女子头上 带着两朵冰盐 气势嚣张 二人为了抢磨丹穴 就没有开口 直接就打了上去 要不是为了留下活口 这女子早被他俩 一掌拍成了肉泥了 明知这全绑了以后一茬 这女子竟然是 凤朝宫的小公主 正好跑出来历练 想到那生了上百名子女的 凤朝宫老巫婆 两人就觉得偷皮发麻 现在是杀不敢杀 放也不敢放 最后只能一路绑着 带回海石船 等着向上面通报后 让他们解决吧 现在要做的 就是不让他们逃跑 和放出消息 只要不杀 在凤朝宫呢 也不会有什么警示 只是以后这事 会不会让他们俩担着 就说不清楚呢 回来后 这两人立马就着手 修士排队辩认的事 既然都得罪了大头了 也不在乎得罪小的 愤怒的助击修士 被全部带出来 站在了甲板上 由天公证人 一个个用神识检查 身边还带着那名侍者认人 检查完一个 就站到另一边 这千名修士 果然有不少是 名门大派的弟子 一个个气焰嚣张 就算面对的是 结单修士 也是口出狂言 班爹抬姥姥的 一个个重量级的人物 被他们扔出来 弄得天公真人 只当这些都是耳边风 装作没听到 依旧冷静地检查着 每个人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